你去吧 张老师姐 别进去啊 我看看 我先打个电话啊 喂 六叔 这就是你说的 住的地方 可是 可是这是仓库啊 好吧 那我自己想想办法 行 谢谢刘叔 要不还是算了吧 咱走吧 挺好的呀 你看 这儿有电视 有电风扇 还有冰箱 还有洗衣机 这原来是保安宿舍 后来保安宿舍取消了 就变成仓库了 这儿唯一的好处就是 离公司只有三站地 进 对啊 这地理位置又那么好 面积那么大 你看 那还有个开放式的厨房 要什么有什么 这种条件在上海 起码一个月三千 三千 三千 就是设施老旧的鞋 而且卫生条件有点差 还没有空调 没有空调得扣五百 不如我收拾收拾 就当是给公司做一次保洁 这得扣一百 这一个月两千四的房子 免费让我住 我捡大便宜了 我的天哪 你至于吗 算这么清楚 挺好的 来吧 干活 定了 定了 就 就这么定了 我的天哪 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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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这搬上去 我的小窝窝 来 来 我问你个问题啊 你问 你为什么 一直不告诉我 你们家有这么大一个公司啊 我采访你一下 你现在是不是突然有一种 霸道总裁 爱上我的感觉 你无聊 不开玩笑 你是不是怕我知道之后 因为咱们两家 家境悬殊太大而产生退所呀 退所 你想退哪儿去 退哪儿去 我都给你逮回来 说实话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自己平时就不喜欢这些 我是我 我妈是我妈 公司是公司 我从小就分得清这些 只是在别人眼里 我沈红 永远都是 暴发户的儿子 不管我做什么事情啊 永远摘不了这个标签 所以我干脆啊 就离这些事情越远越好 免得到时候人家说我沈红 取得什么成绩 就是因为我有个好妈 是吗 那你这次为了我 是不是违背了自己的原则啊 为了你呢 我什么都愿意做 对了 我们快成同事了 但是 但是你先听我说完 我这次呢 是从底层做起 不是都决定回去了吗 为什么要从底层做起啊 你忘了你说过那句话了 不平等的关系 是永远不可能长久的 但是我想跟你长长久久 从现在开始啊 你可别把我当成什么 沈家大少爷了 你过什么样的生活 我跟你一块儿过 好 说说了那么久 是不是有点饿啊 我们吃小龙虾吧 干吗你要叫外卖呀 贵死了 叫个外卖 小龙虾蒜泥的 十三香的 我给你做 我给你做好吃的 你等会儿啊 你等会儿 我想吃小龙虾 小龙虾 你谁想吃好 一束 那一束 走